唯一華語片代表出征影展 影帝張家輝執導及 演新作《熟夢》 日前 10月17日 在英國萬設斯特grimfest電影節 grimfest 2024 勇奪最佳導演獎 今屆電影節有來自全球的二十多 奇幻恐怖片參展 當中包括來自美國 意大利 英 等地的創意作品 而《熟夢》成功獲得評審團青睞 一致通過家輝獲得最佳導演 評審團表示 今年 眾多非凡的作品 以及一眾充滿想像力和創造 的導演各族之下 家輝最終脫穎而出獲獎 他們 用《熟夢》為一套自幻的心理電影 賺楊家輝不止 編劇及導演 亦在電影中兼任主角 熟夢在影展 備受觸目 不僅榮英最佳導演獎 還在最佳驚嚇 拍Best Scare 及最佳視覺及特殊效果 Best VFX 斜線SFX 兩個獎項中獲評審 特別點名表揚 由楊文傑 Dennis Young 領軍的特技團隊 其出 的特技效果 將片眾的驚悚 氛圍發揮得臨離盡 令熟夢成為今屆影展一大亮點 今屆Grimfest電影節也 史料來自世界各地的傑作 如美國電影Bezel 瑞典的From Darkness 以其的Saira 意大利的The Well 以及於今年康城影展獲得罪 劇本獎 由迪美摩亞主演的完美物質The Substance 等 而熟夢 唯唯一參展的華語電影 能在一眾皆作中脫穎 出 實屬樹榮 熟夢未上影經以廣授海外影迷關 今年先後入圍七個影展 包括意大利烏甸尼遠東 影節 韓國富村國際奇幻電影節 西班牙石設施 制奇幻電影節全景單元 馬來西亞國際電影節 國奇幻電影節 英國萬設斯特Grimmfest電影節 及巴黎鬼 電影節競賽單元 熟夢由電影人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電影發展基金及民創香港出品 星火製作 限公司製作 張家輝執導及主演 劉進謙 陳法拉 韓主演 袁富華 朱神麗 李凱然及袁以文助陣參 許欣怡 許欣怡 特別演出 電影不日上映 影迷門密切流 最新消息 一同破夢贖聚 原來逮捕聚 2 3 7 7 7 8